我们一起先做一个祷告 天后上帝感谢你赞美你 主要谢谢你的恩典 带领我们今天来到主你的面前 一起来敬拜你 一起来聆听你的话语 主我们承认我们是软弱的 但是我们相信你是刚强的 你只要圣道和圣灵来扶持我们 来护理我们 求你能够祝福以下的时间 让我们把你的话能够存在心中 得到祝福 包括你的孩子在内 主啊 请说仆人们敬听 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 各位亲爱的兄弟们 今天我讲斯蒂法的故事 斯蒂法他是作为教会历史里面 第一批执事 他是一个福音的见证者 但是他也成为了教会历史里面 第一个为主殉道的殉道者 所以说斯蒂法他是一个殉道者 他是见证者 他是见证者 他呢 也是殉道者 我今天与弟兄姊妹所分享的题目就是 见证者就是殉道者 作为一个见证者 那斯蒂法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 他讲述了使徒形状里面 一个最长的一个讲词 如此不仅仅显示出他的演讲水平 而且更重要的是呢 也更能够让我们看到 他对真理的一个认识 那作为一个殉道者 那斯蒂法他从容面对死亡 你知道吗 作者路加当他描述他死亡的时候 用了一个字叫 他就碎了 就碎了 描述他的死亡 斯托德他又在这里面特别解释说 这是一个悲哀而甜美的字 他碎了 那今天呢我们从斯蒂法 他在顺道之前的信息里面 我们学习一下几个方面 首先我想说的是 第一个方面是 对于任何的基督徒而言 认识并且见证真理 都是不可推却的一个责任来的 我们看圣经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这里不是第一次出现 斯蒂法的名字 当初期教会去解决 发怨言的危机的时候 他们就选出了七个人 授权给予他们广理放食 而这时候使徒们 在选取之前呢 有三个要求 这要求不仅仅是能力和才干上的要求 这个要求也包括了一个道德上 和灵性上的要求 而斯蒂法被选入其中 所以至少呢 让我们知道斯蒂法 他是一个有好名声的人 至少让我们知道 斯蒂法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 他也是一个智慧充足的人 不仅仅如此啊 圣经在其他的圣经里面 也会告诉我们 在六章的第五节 告诉我们说 斯蒂法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 在第六章第八节的圣经 告诉我们说 斯蒂法是一个盲有恩惠能力 能够行神迹歧视的人 而在第九节和第十节里面 我们看到斯蒂法他大有口才 那些所有的那些人啊 那些犹太人呢 他辩论的手都辩不过谁啊 辩不过斯蒂法 所以他是一个很有便便口才的一个人 也就是说 这里的斯蒂法 他不仅仅是在属灵数字上 他在裁杠 他在智慧 他在人际关系上 都是非常突出的 甚至上帝给他超郎的一个能力恩赐 他能够行出许许多多的神迹来 所以呢 不仅仅如此 他讲得还讲得很好 我告诉你 如果这个人 在我们现在的北美的教会里面 是不是早就应该是一个名牧了 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牧师了 对不对 各位亲爱的东西 当在初期教会他不是牧师 他是干什么的啊 他本质的事份是什么 是广里放始的一个执事 我们今天广里放始的理事 应该是冯建 对吧 是一个广里放始的一个执事 但是你知道吗 这次广里放始 上次我说过 在初期教会访问公用的体系当中 一个广里放始的人 他是有极大拥有这个财场支配权的人 他是很有很多的一个权力的一个人 但是在使徒形状里面 他所给我们展示的一个司体法 他却是一个见证人 是一个真理的见证人 所以在使徒形状里面 最长的一篇讲章 不是出自十二个使徒当中的彼得 不是出自外办的使徒 保罗而是出自在一个广里放始的 一个司体法的口当中 一方面 你知道吗 司体法这篇的讲章 更像是一篇毕业论文一样 你说初期教会刚刚开始的时候 记不记得 使徒们就在那里怎么样 这些蒙徒们就聆听使徒们的教训 那他们听了之后 到底何不可可 他们有没有把真理揭露在心当中 各位亲爱的第一个平信徒的一个领袖 站起来辩论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了 司体法他的答辩是非常非常成功的 他的宣讲的内容 实实在在告诉我们 新约圣经 新约教会里面 第一代的一个蒙徒 第一代的执事 在真理上的认识是正确的 而且是非常深刻的 不仅如此 司体法的宣讲也在告诉我们一个事实 即使是一个广里放式的一个执事 他的本来的庄子是广里放式的 他不是装心祈祷床道的 但是他却能够很好地做好 宣讲真理的准备 也因此今天对于我们来说 亲爱的弟弟们 任何一位基督徒 都是需要宣讲真理 都要成为一个见证人 而当我们要成为见证人的时候 我们都必须首先装备真理 对不对 所以装备真理和宣讲真理 见证真理是每一个上帝儿女的本分 还是那句话 传福音不是牧师床道的事情 传福音不是教会的长老执事的问题 传福音是什么 所有基督徒的一个服事 但是作为一个福音的见证人 我们需要在真理的装备上 有更多的成长 所以我还是强调 各位亲爱的弟弟姊妹们 作为基督徒 我们不仅仅有信仰的经验 知道耶稣怎么个好 我们也要装备 有更多的信仰的知识 让我们知道 耶稣是如何的一位主 让我们知道上帝的救恩 是怎样的方式向我们呈现的 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弟姊妹 教会里面 我们不仅仅在讲台上是一个提供 或者说接受真被装理的一个机会 真理的一个机会 包括教会里面的团契 包括我们的盟训 包括我们的主学 特别是主学查经邦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 让我们在真理的装备上 有更多的认识 特别是在疫情之后 其实透过网络 Zoom或者我现在知道的 很多的神学院都开了一些中文 美国的神学院都开了一些中文的一些讲座 神学讲座 供给在北美华人基督徒的需要 所以对我们而言 在真理上装备自己 并且能够有机会随时地为基督做见证 这是我今天所分析的第一个方面 第二我想说的是 福音是 当我们所见证福音的时候 福音是基于上帝玄序渐进的启示 而耶稣基督是终极的启示 耶稣基督也是唯一的一个焦点 所以当我们看使徒形状里面 斯底坊这个辩论的演讲的时候 我们首先要知道 那这些蒙徒们 也就是这些犹太人们 对耶稣是什么样的指控的呢 如果我们从第六章的第十一到十四节 对这种经文里面我们看到 这些犹太人呢 他就买人过来做假见证 他呢 回谤斯底坊 是这个回谤摩西和上帝的话 第十三节 第十一节 十三节里面呢 说斯底坊是一个践踏律法的 十四节里面说 他是改变摩西的一个规条的一个人 你知道吗 这里摩西的规条 神的话 律法 其实加在一些同事 讲一个同一件事情是什么 就是他们指控这个斯底坊 是践踏上帝的律法 而另外一个指控呢 十三节里面提到了圣殿 十四节里面提到了此地 也就是圣殿 也就是说他们是什么呀 是践踏圣殿来的 所以基本上斯底坊当时被控告有两个 一个是什么 践踏圣殿 一个是毁谤和践踏摩西的律法 也因此我们就知道了 第七章里面 那斯底坊的演讲 其实主要是对这两个问题进行反驳 那在这个反驳里面我总结出来 首先第一个是什么呢 没有一个时代 上帝的灵在是局限于某一个地方的 你知道吗 对于圣殿 斯底坊的讲章里面 他选择了以色列历史当中 四个最重要的时期和四个最重要的人物 它是要表明没有一个时代 上帝的灵在是局限在一个地方的 上帝在摩斯 弥索伯达米的时候 上帝在哈朗的时候 向亚伯拉罕说话 上帝在埃及的时候 向约瑟说话 赐福给约瑟 上帝在西南的旷野里面的时候 在经济当中向摩西说话 所以上帝在埃及 在红海 在旷野行神迹其事 也是在西南上的时候 将律法赐给他的百姓 因为如此 所以上帝所悦纳的一个敬拜 也不应该局限在耶路撒冷 正是因为上帝的行动 他不局限于以色列的地区 所以我们现在对上帝的一个敬拜 也不应该局限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当中 各位亲爱的众子妹 我们在圣经里面 第三支三节里面提到 那狼烧的荆棘虫 这个时候 摩西要尽情的时候 必须要脱下鞋子 为什么 因为这要成为圣地 摩西在西南上与上帝 相遇的时候 零售了律法的手 那个手 那个手是圣地 在旷野里面 当以色列人接受上帝的启示 他搭建了会幕的时候 这个会幕就成为了 在旷野当中 以色列人静拜的地方 那么我们到了亡国十七章 所罗蒙的圣殿建造起来的时候 所罗蒙的圣殿 这个时候成为了一个静拜的地方 成为一个圣殿 所以斯蒂芬在四十八节里面 特别的强调 其实至高者 并不住在人手所造的 各位亲爱的众子妹们 其实你知道吗 在这里面 斯蒂芬要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关于圣地的一个神学 是什么呢 就是在旷野当中 上帝记得意象 或者他的使者 他的百姓显现与他们同在 而在出埃及之后 在旧约里面 是上帝记着一些使者 一些意梦意象 向以色列人表达他的同在 后来出埃及了 那出埃及在旷野里面的时候 上帝就告诉摩西 要设立怎么样 约会 还有呢 会墓 所以这个书呢 上帝说 他要在会墓当中 与他的百姓相会 也因此你知道吗 当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 扎营的时候 所以这个拥有约会的会墓呢 一定会放在营的中间的 十二个支派呢 都围绕着会墓 安置扎营的 这个书云才呢 会停在约会所在的 自圣所的一个上方 这就象征的是什么 上帝与他的百姓同在 到了亡国时期的时候 大魏王就把这个约会呢 移植到耶路撒冷 这个时候 诗篇的作者就会说 这个耶路撒冷是什么 就是说耶路撒冷就是西安 那诗篇的作者就会说 耶和华住在西安 再后来 我们都知道 所罗门就建造了圣殿 于是呢 约会就移植圣殿的至圣所当中 这个时候圣殿就成为圣地 也成为了上帝临在的一个地方 你知道吗 讲了这么多 斯蒂芳是要表达 在历史当中 上帝临在在不同的地方 在历史当中 上帝的百姓也在不同的地方 敬拜上帝 那现在呢 你这些犹太人 只供我来践踏这个圣所 这个指控是不成立的 不仅仅如此 犹太人 他指控斯蒂芳说 他说斯蒂芳说过 我们看到圣经里面 他说斯蒂芳说过 这个拿撒勒人耶稣 要毁坏这个地方 你知道吗 这个背景是什么呢 这个背景应该是 耶稣曾经预言 这个圣殿将会毁灭 没有一个石头 落在一个石头上 耶稣也曾经回答说 怎么说的呢 他说你们要拆毁这个殿 我呢 第三天就把它给重建起来 你知道这里面 大家都知道的 基督徒我们现在都知道了 这是指谁说的 是指耶稣他自己从死里复活说的 也就是说因为到了新约的时候 上帝与百姓同在 不再透过圣殿 透过谁呀 透过耶稣基督他自己 也因此约翰福音的第一章 第14节告诉我们说 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充充满满的有恩典 有真理 什么叫住在我们中间 原文的意思就是 上帝支打帐篷 或者说上帝支他会幕在人间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耶稣基督道成肉身 生活在这个地上 支他帐篷这个地上 就是说新的约的时代里面 我们不再需要圣殿 因为圣殿所预表的 耶稣基督已经来了 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妹 正是因为如此 斯蒂芳他一直强调 至高者并不住在 人手所定的当中 你知道在这段的经文里面 斯蒂芳他是用基督论的 一个视角去理解上帝的圣殿 其实这个信息 对我们现在来说 非常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呢 你要知道 对新约的基督徒而言 地上的有形的圣殿 不再重要 我知道现在 以色列中东地区 以色列人在跟哈马斯打仗 前几天又跟伊朗打仗 对不对 那很多人很特别光处耶路三人 特别光处圣殿 那个枯墙 我想我能够从情感的角度 我们很能够理解 但是基督徒们特别注意 不要认为现在的上帝的灵 在只在耶路三人 只在圣殿里面 只在圣殿那个枯墙当中 阿们 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 已经代替旧约的圣殿 所以我们今天敬拜上帝 不是在基利新商 不是在伊路三人 而是在心里 按照真理来敬拜他 就是何和本说的 按照心灵和诚实 来敬拜我们的神 所以我们不需要 把地上的物质的 一个教堂 一个教堂 或者一个大堂 给圣圣化 非常的重要 上次我讲过 我在小学 小时候啊 在农村乡村的 一个教堂里面长大 我记得那个教堂里面 有一个长辈非常的严格 他不仅不让我们 在教堂里面跑 这个肯定不可以的 他甚至都不让我们上讲台 你知道他为什么吗 他说不让我们上讲台吗 因为他有个概念 这个讲台啊 就是圣殿里的自圣所 不让我们上的 所以这里面 特别的 我们要特别的注意啊 我们这个堂 它跟旧约的圣殿 是完全不一样 千万不要把教堂 等同于圣殿 虽然从神圣空间的 一个神学的角度来说 教会的建筑物 或者会让我们的心理 更加的心灵 这个 这个 肃朗起劲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去欧洲去 去旅游的话 你一定是参观哪里的 参观教堂的 对不对 你要看到欧洲的那些 大教堂 一进去的时候 那个哥德式的 或者是罗马式的 那种建筑 一进去的时候 你马上就什么呀 有一种素朗起敬的 一种感觉 对不对 那这个是他 所寄的建筑物 所带给我们的信息 我们也可以 从这种建筑物里面 能够感受到 上帝的伟大 和他的庄严 但是 教堂不是圣殿 没有神圣性 这是特别注意的 求神能够 特别的怜悯我们 也因此 当我们去观察 中东局势的时候 我们有了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视角 那不仅仅如此 上帝也会以 玄序渐进的启示 来启示出 他的救赎计划 那在这里面 先讲一个概念 就是说 上帝的特殊启示 常常会以一种 玄序渐进的方式 来启示给人的 因为灵受 上帝启示的对象 不论是属灵知识方面 或者我们的属世的 知识方面 我们对人生的体验 或者灵性的一种领悟 我们都是有着 种种的缺乏和限制的 也就是说 灵受上帝启示的人 只能够灵受 某一部分的启示 我以前讲过故事的 我告诉我上幼儿园的女儿 我不需要告诉她 你上大学要去哪个学校 我不需要带她去参观大学的 不需要的 我带她参观哪里 小学 也就是说 上帝在历史当中 上帝的救赎计划 他要给历史历代的人 关于这个计划的信息 不是一下子都给人的 因为这个时代 接受不了这么大的启示 就需要不同的时代 一起来承受 上帝救赎计划的信息 也因此呢 上帝的救赎计划 常常是由前入身的 先从一个模型开始 带渐进的 进入一个实体当中 以渐进的方式 是歧视人的 所以呢 上帝就在旧约里面 让我们看到很多 救赎的一个图片 一个模型 一些画像 之后呢 让我们看到这种救赎的 一个实体 这个救赎计划的实体是什么 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 因此 旧约的律法 旧约的礼 旧约的一些应许 甚至旧约的会幕 旧约的圣殿 都是指向耶稣基督 以及他所要成就的 救赎计划 这是上帝所给予我们 福救的恩典 就像加尔文说的一样 上帝迁救我们 用人的语言 好像一个如母 与孩子 一个婴海沟通一样 讲话一样 他是由钱 入身地告诉我们 救赎的真理是什么 那我们现在回到 这一段的经文来 你也发现 斯蒂芳在这里面 例举了旧约里面的 四个人物 这四个人都非常的重要 不仅仅在犹太人的 历史当中很重要 他们都是很受尊重的人 而且在上帝的 救赎历史里面 他们也是至光重要的 因为他们玄虚渐进地 表达了上帝的救赎计划 你知道吗 上帝为了拯救一个人 拯救全世界 他会先呼召一个人 这个人是谁啊 就是亚伯拉罕 他由亚伯拉罕立约 并且把对亚伯拉罕的祝福 藏在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当中 大家好来都知道了约瑟 那这个约瑟他拯救了谁啊 你知道约瑟他拯救了亚伯拉罕的家族 雅各的家族同意吗 如果我们有一点圣经 旧约圣经知识的话 对不对 那这个摩西他拯救了谁啊 他拯救了以色列的民族 而大魏他建立了犹太王国 所以你会发现 在这里面就看到了 首先上帝呼召一个人 亚伯拉罕 接着亚伯拉罕发展出 一个以色列的民族 而这个约瑟拯救了亚伯的家族 这个家族啊 完了之后呢 上帝呢 后来在埃及的时候 这个亚各家族成为了以色列的民族 这个时候摩西他拯救了 上帝兴起摩西拯救了以色列的民族 后来呢 到了迦南之队的时候 大魏建立了犹大国家 你说到了新约的时候 耶稣出生在犹太的伯利亥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上帝拯选一个亚伯拉罕 从而拯选亚各家族 从亚各家族拯选以色列的民族 从这个民族拯选了犹太国家 在这个王国当中 出了一个弥赛亚 他做人33年 守住权力法 最后为我们走向石架 被钉在石架上 但是三天之后 他复活了 之后呢 之后他的蒙徒 在圣灵的引导之下 从福音 从耶路撒冷带到了犹太全地 从犹太全地带到了撒玛利亚 后来在撒玛利亚作为一个基地 把福音带到哪里 把福音带到了地极 当时的地极 就是欧洲 就是西班牙 所以你就会看到上帝 玄序渐进的骑士 记得圣经一步一步地 把救恩带到了全世界 上帝要拯救的是以色列人吗 上帝的血命 仅仅是以色列民吗 不是 乃是记得以色列民来拯救谁 我们全世界所有愿意信靠 耶稣基督的人 但是呢 在这类真理里面 这些犹太人不知道 所以斯蒂法他就在 51节到53节里面 就直接反驳 他关于这个 毁谤和践踏摩西 律法的一个指控 他不认为自己是攻击律法的 他不认为耶稣是改变律法的 这个时候他反过来 要指控犹太人 过去你是怎样抗拒摩西 逼迫先知的 现在呢 你们却把先知所预言的 那个异者被杀了 事实上 斯蒂法之前在讲述历史的时候 他也是很清晰地表达 上帝常常在历史当中 兴起人来拯救这些以色列人 犹太人 但是这些犹太人再上的抗拒 你知道吗 在这段经文里面 他特别提到了两个人 约瑟和摩西 约瑟和摩西 他的两段经文放在一起解释 因为这两个犹太的英雄 他们有一个共同点是什么呢 他们作为一个拯救者 他先开始都是被百姓拒绝的 对不对 所以你知道约瑟他的兄弟恨他 把他卖了 成为奴隶 但是后来他却拯救了他们的一家 成为他们一家的拯救者 摩西第一次也显示了 他被犹太人以色列人拒绝 所以他不得不出逃 对不对 在米地的旷野里面去逃亡 但是第二次来的时候 在他们中间 这个时候他们接受了他 而摩西就带领他们出了埃及 所以这两个事件都在表明 以色列人在历史里面 他们是如何拒绝神的先知的 他们在以色列人在历史当中 如何是杀害他们先知的 其实你知道吗 在圣经里面 其实在当时的犹太人当中 他们都有一个相当公认的一个传统 他们都认为 犹太人在历史上杀害了先知 或者说犹太人在杀害先知的事情上 是有缝的 而斯蒂法他重复运用这个指控控辞 不过他要更加的明确 这里面说到的义者是谁 你们就把玉仙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给杀了 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 就是这些旧约的先知们 你们把他给杀了 而现在你们不仅仅把义者给杀 义者那个传教义者的先知被杀了 圣经说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卖了 杀了 所以你会发现在使徒形状的第七章里面 这么一大段的亲吻当中 斯蒂法是很少直接提到耶稣的 但是在最后结论的时候 他提出了一个基督教的重点 或者说基督论的一个重点 就是那个义者 那位无罪的羔羊 耶稣基督他是无罪的羔羊 但是他现在被卖 被杀了 斯蒂法要表达 我没有攻击摩西和摩西的律法和圣殿 是你们 是你们这些犹太人 不顺从旧约所给他们的启示 你们拒绝了梅赛亚 你们拒绝了梅赛亚 所带过来的新的敬拜 所以他在这里面指控 无论是旧约的圣殿 摩西的律法 他都是指向那个义者 就是梅赛亚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殉道者就是见证人 见证什么 见证耶稣基督 阿们 在座的基督徒 我们都是见证人 我们见证的内容是什么 你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是如何诉说我们的耶稣基督 你要信耶稣不信耶稣 信耶稣之后你的生活更加的美好 我们的福音是这样的吗 我们的见证是不是说 你信了主之后 你的财富会更增加 各位亲爱的这种 这不是司提法的见证 也不应该是我们的见证 我们的见证就是 见证耶稣基督病他定十架的 那个救赎的故事 在这个时代当中 会显得越来越重要 因为这个世代越来越功利 这个世代的人 他越来越追求成功 他会利用我们的信仰 而我们需要回到 教会初期的见证 使徒形状里面的福音的见证 都是关于耶稣和他的十二复活 这样的信息的 最后我想说的是 福音的见证是一种冒险 我们需要以训道的精神 来面对这个熟世的世代 世俗的世代 广里放始的司提法 在福音见证的过程当中 它是有准备有立场的 而且是相当有能力的 而新约圣经的焦点 新约圣经的焦点 乃是以见证人作为记号的 特别在约翰的协作当中 见证人这个字用了83次 在路加使徒形状里面 用了39次 在启示录里面也用了非常非常的多 也就是说 当耶稣基督死而复活升天之后 门头们现在最大的一个任务 就是为复活的耶稣基督做见证 你知道吗 上次彼得的讲道是如此 后来使徒形状里面 保罗的讲道也是如此 他们都是在为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 这样的信息做见证 而在希腊原文当中 训道者和见证人 他的字意上是同一个字根的 也就是说 见证人这个词啊 是可以当时的初期教会 是用来描述那些怀抱基督信仰 而受到苦难甚至死亡的人 一个见证者就是一个训道者 为什么会这样 你知道吗 在初期教会 当教会经历逼迫的时候 实在没有机会 像非基督徒做福音的见证的 我们今天在街上就可以传福音 但是在初期教会里面 不能够在街上传福音的 各位前列弟兄姊妹们 当使徒们 特别在初期教会的圣徒 在什么样的场合 让最多人能够有机会听见福音 就是在刑场上 在斗兽场当中 因为他们训道的时候 那些兵丁 罗马的一些官员问他说 你信吗 你信耶稣基督吗 如果你不信马上把你放了 你信吗 他说我信你信什么 我信上帝全人的父 创造天地的主 人家把使徒信经给念出来了 你知道吗 使徒信经在历史里面作用当中 其中有一点的 有一个作用就是 在祭食的一个过程 就像历史这样的环境里面 为主做见证这样用法的 各位前列弟兄姊妹们 也就是说只有在斗兽场里面 只有在刑场上 这个所以基督徒的声音最大化的 比更多人听见了 而基督徒的一种身份也被认识了 所以对当时代的人而言 这种训道的行为是最有效的方法 来帮助人们知道基督信仰的底线在哪里 训道者这样的方法 是一个最有效的方式 是一种可见的方式 想当时代的人表明不可见的信仰的世界 我再说一遍 这种训道者的行为是最有效的方法 帮助人们知道基督教的信仰的底线在哪里 训道行为是最有效的方式 以可见的方式 向同时代的人表明不可见的信仰的世界 所以初期教会最鲜明的记号就是训道者 记不记得我刚刚说的在使徒形状里面 一个鲜明的记号是见证者 后来当逼迫越来越来临的时候 这个手最鲜明的记号就是一个训道者 所以很多的信徒宁愿舍身也要见证耶稣 所以那个时代的人 对于基督徒的主要的认识途径是训道者 所以训道者是见证者 见证者就是训道者 因此特土良他说训道者的血就孕育出教会的种子 信徒血流之处便是教会发芽生长的地方 各位亲爱的姊妹们 当时在初期教会 训道者也会带来一个试探 其中一个试探是什么 就是讲训道者的身份 比一般平信徒的身份要大很多 对不对 这是一个试探来的 所以你知道吗 当时的教会里面 在教会内就会有等级了 有三等分 哪三等 头等是什么 头等基督徒就是训道者 你是愿意为主舍命的 你是第一等基督徒 第二等基督徒是什么 你是愿意为主做监牢的 所以你是第二等 那第三等呢 那就是平信徒 你不为主入狱也不为主殉道 你是第三等 请问代字定是什么 你是第几等 我们中间没有人为主殉道 你不能说我为主殉道了 我们没有人为主殉道 我们或者有人 我们可能为主做过监牢 但是由于这种等级的不同 也因此有一些基督徒 极端到一个地 不是什么 他会有自杀的倾向 好 希望为主殉道 所以当时的一个神学家 叫俄立庚 他的爸爸是一个殉道者 所以他很希望能够 跟随他的爸爸一样 也成为一个殉道者 所以他年轻的时候 常常想出去床府 你知道当时的状况 一出去床府就要被抓 就要殉道 对不对 他想想出去 你知道他妈妈 后来实在没有办法 把他的衣服都给藏起来了 免得他上街去殉道 或者自杀式的殉道 是一个很著名的 尔利根的故事 所以你可以发现 当时的教会 会提防这些 狂热的殉道主义 以至于是什么呢 后来 当君士坦丁他信了主之后 罗马帝国不再有逼迫的时候 很多这些殉道者 狂热的主义者 他不再适应了 他觉得逼迫是好事来的 那个怎么办呢 那没有逼迫 我们自己找苦难呗 去哪里找苦难 去沙漠里面 所以那些沙漠教父呢 就在那个时候就出 教父就在那个时候出现了 我之所以说一段 这一段 我只想主要表达 做蒙徒的代价 不一定是光在监狱 或者为主殉道 我们也不见得每一个基督徒 都会遇见 牺牲很大的信仰挑战 同意吗 同时啊 我们也不需要为那些 在苦难的环境里面的基督徒 我们就天然性的觉得 他比我们更加的属灵 阿们 你不要以为 美国的基督徒一定不如 中国我们家庭教会的那些基督徒 那样属灵 不一定 不要天然地以为 那些逼迫里面的基督徒 一定比我们更加属灵 我们不需要这么去看 我们今天有 来自中国的牧师在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想说的是 每一代的基督徒 都会有每一代基督徒的挑战 每一个地方的基督徒 也都会有每一个地方基督徒的挑战 所以我们不一定成为殉道者 但是我们都需要以殉道的精神 去面对这个世俗的世代 今天我们不一定成为殉道者 但是我们都需要好好维护 那个在历史历代的殉道者们 曾经用生命去维护的信仰 阿们 这句话其实我五六年前讲过的 我们都忘了 后来有一次有个人告诉我说 王毅牧师他的讲章里面 引用了我这一段的经文 这一句话 这一句的话 后来我去查找 知道我确实以前把它发表在朋友圈里面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想说是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当我们为真理做见证的时候 即使在这个时代 即使在美国的自由的美国 我们会不会遇见挑战 也会遇见挑战的 事实上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你要知道圣经的世界观 以及由此世界观产生的价值观 被敌对的时候 基督徒不要觉得太意外 我很理解很多的福音派的基督徒 我们比较保守 我们在美国的时候 看到美国自由主义 横行霸道的现状 有很多人很焦虑很着急 特别是到了选举年的时候 我们焦虑的不得了 完了选举结束 万一我们所支持的保守派失败了 我们又忧郁的不得了 但是我想说的是 基督徒们我们的价值观 被世俗世界抵对 这不是我们可预料的事情吗 这是我们可预料的呀 这是耶稣曾经说过的呀 所以我们不要觉得太惊讶 你知道吗 从某一个方面来说 这是一个证据 证明我们圣经世界观的超越性 以及教会属灵 我们的一个属灵性 教会是属天的 不是属地的 因为教会本身就有 具有一种与社会公认的 常规迥然不同的生命观 不管是在哪一个时代 我们只有如此的认识 所以作为基督门徒 我们的生活 无论我们是在中国大陆 或者在其他那些信仰逼迫的 那些地方 或者我们在美国 看起来信仰自由 但是仍然有很多价值观 冲突的一个地方 我们都一样 我们都需要有训道者的精神 我们都需要为主做见证 我们也在戒指的过程里面 都需要为主付出代价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今天我们联合诸学的时候 分享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关于十分之一的奉献 容易吗 我们上次 你有弟兄给我们分享 在麦子团契里面 分享的时候 他先给我们做一个调查 其中一个最多的是 我认为圣经教导我们有十一奉献 我同意 但是我做不到 我们很多的时候 大家都是这样的 不是吗 所以有些时候 是不是在这个时候 需要有训道者的精神去实践呢 基督教不是一个容易的宗教 当我们说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的时候 我们所相信的耶稣基督 被钉在了十字架上 当我们说 我们继承的是先知和使徒的信仰 传统的时候 你知道吗 先知和使徒的人生 它是受苦甚至殉道的人生 当我们说 我信圣而公知教会 我信圣徒相通的时候 基督教两千年的历史 是苦难的历史 是的 基督教不是一个容易的宗教 作为基督 作为基督蒙徒 你不应该随随便便 我们不应该随随便便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上帝你与我们同在 我们很软弱 但是说要求你能够帮助我们 让我们更加的刚强 我们需要为主族见证 见证人是殉道者 殉道者就是见证人 帮助我们 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 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 来呼召我们跟随他的时候 他告诉我们说 做主门徒 应该是付出代价的 当我们享受着自己的生活 或者说很多北美的 华人教会的弟兄姊妹 我们享受着在北美的一个 这样中长阶级生活的手足 帮助我们 帮我们好好的思考 在我们的领域里面 在我们能够力所能及的信仰实践当中 我们如何爱主更深 我们如何为主付出代价 耶稣基督你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了 你拯救人类的计划 不是随随便便的 你不仅在历史历代里面 借着循序见证的歧视 用几个时代 几千年的历史 把这个救恩计划呈现出来 你拯救我们的计划 不是随随便便的 你为我们道成肉身 后来被钉在十字架上 不是随随便便的 基督信仰从来不是随随便便的 我们怎么能够随随便便的 做基督门徒呢 赦免我们 离我们同在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